欸欸欸欸 欸欸 阿神 那你覺得這個是誰出的 我覺得 這個人是沐山的這個生命啊 你要壓多少 現在不是玩這個 哈哈哈哈 我要選出最不通順 在1898年 美國為了保障香蕉的出口利益 對中美洲進行了戰爭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以為 把數字講出來 不是不是 就有可信住吧 第一屆桌遊大賽 A.S.A. 各位 來了啦 終於啊 一大堆人都一直在敲門 看能不能玩一些桌遊類型 好像這個桌遊就是我們的代名詞一樣 是 所以我們就直接讓觀眾來跳球 最想讓我們玩的桌遊 然後前三名就是桌上這三款 第一名是黃牌 然後第二名是阿瓦羅 然後第三名是蝦白王 其實跟我們有一集 虎爛王類類似 所以我們玩過 雙人殺也玩過 所以雙人殺也是阿 對雙人殺也是阿 好玩快一筆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就按照觀眾期待的名次來玩 第一的就是黃牌 觀眾的期待 規則就是 遊戲規則 有夠難解釋 只好採用桌遊最核心的精神 玩下去就知道囉 進入企劃之前 德國來的 阿瑪干媽 體料我們新製作很辛苦 直接送床墊啦 歡迎我們這一集的干媽 德國阿瑪 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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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一集剛剛好耶 因為Coco不是新家洛城 對 我們一直不曉得要送什麼禮物給她 然後阿瑪就聽到我們心聲 就決定送這個給她 哇 頂級 是阿瑪送我們送的喔 阿瑪不是 阿瑪送的 是阿瑪送我們等到了 對對對 而且他是德國的專利科技 哇賽 他榮獲75個獎項 唉唷 以面白大商務獲獎的次數來超級 一次 我們再獲得一次而已 而且他的銷量是歐洲最高 第二名 第二名嗎 第三名了 第一名了 第一名了 我猜要賣幾張啊 我猜差不多 699張 再誇張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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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萬張 再誇張一點 真的有嗎 13億張 13億張再誇張一點 50億張 700億張 答案是700萬張 而且你看喔 現在越來越熱 對 像我們那麼濕的人 容易濕的男子 很容易流汗 會覺得很熱嘛 所以他這個石墨烯的技術 黑鑽石 超級厲害的 你沒有鑽石 沒錯沒錯 他有這個黑鑽石可以分散我們的體溫喔 對 黑鑽石來求婚喔 哈哈哈哈 而且你在第一層 看到那種黑點間 他就是那個石墨烯 他會吸收我們夜晚的時候 睡覺產生出來熱情 而且經過德國的實驗室已經判定了啦 判定了 他比一般的技術棉還要增加40%的透氣度 40% 哇 所以你睡覺不會流汗然後整個這樣 對對對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因為他那個石墨烯的技術啊 調節溫度的效果 增加了23% 哇賽 睡起來特別爽 而且在上面運動 你也不怕流汗 你在上面運什麼時候 從上運動 還能運什麼時候 他是獨立桶加記憶棉六層混合的設計 哇賽 而且他每平方公尺就有 257個19.5公分的獨立桶啊 哎唷 平方公尺喔 超密集啊 而且這個啊 有些抗暖風設計 有時候我們如果跟人家一起睡人啊 那個臨冰 臨冰要這樣翻身的時候 當兵喔 就會被吵醒 所以我推薦台灣的軍營每個都要 對嗎 床墊啊 喔 怎麼不會被吵醒啊 抗症 怎麼翻 旁邊的人都睡得舒舒服 而且為什麼會選這個給Coco 原因是因為 當運送床很大很難翻 對 電梯進不去 對對對 他就這樣一桶就來了 而且這樣打開啪啦 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方便 他要噓然後就慢慢變大變大 他要只能把那個套子弄破的 他裡面有塑膠的刀片 弄破之後就會越來越大 對對對 所以相關的細節可以 可以掃那個QR Code就可以看清楚 真的啊 重點是他的外層布套 是可以清洗的 還可以購買他在保潔墊 我覺得保潔墊太重要了 對 因為像我家有洋蔥物嘛 確定掉在床上 對 如果沒有保潔墊就完蛋了 整張床直接要換掉 直接換掉啊 家裡有小朋友也可以安心使用 而且那個保潔墊是可以直接丟洗衣機洗的 但小孩不用怕啊 小孩就丟進去洗衣機 小孩也丟進去洗 你也不會沖啊 然後我貓面丟進去洗 不行啦 那麼你床你也可以搭配這個 黑鑽石記憶枕 哇 又是鑽石 哇太屌了 這個拆開來看一下 哇賽 裡面有三層的記憶棉 一二三 三層記憶棉 想要調整它的高低 就可以從裡面抽幾張票 哦 像抽鬼牌一樣 你喜歡躺高的喜歡躺低的 就可以從裡面去調整 哇賽太方便了吧 然後像這個床大家有看到這個軟硬程度啊 對 有人喜歡睡軟一點的 有人喜歡睡硬一點的 有 有 軟硬都有 給你軟硬尖 吃啊 哇賽 哈哈哈哈 你怎麼都在講什麼啊 對對對 而且它只有 一百天的免費食堂 所以一百天之後覺得 啊這個太軟 你還可以換 換一個硬的 然後再砍一百天 然後再砍一百天 哇賽 哇賽 三百六十年 那一年都有 就超麻煩 哇 那個 反正Coco不喜歡他可以自己換 對對對 躺壞了 還有什麼 十年的保護 十年 十年欸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十年之後 床墊還給你 哈哈哈 OK好 那現在要去我們資訊欄 點選我們的連結 他們現在有母親節的專屬優惠 哎唷 點過去他就直接帶母親節的優惠過去 讚喔 最低可能五五折起 哇 五五折喔 可能直接半價 哇賽 我怎麼不知道這樣可能啊 因為我可以選到不是五五折 可是六折七折 最低一定有五折 最低有五五折 但是 最低五五折還可以再更低 只要輸入FUNNY10 再給你九折 全部都九折 對 全部都九折 最低的搭配就是五五折加再九折 哇賽 爽了吧 對啊 那就一定要點進去了對不對 買了 祝當母親節快樂 Coco新居落成快樂 耶 Ema Ema 每個人先拿十張牌 十張了 每個人輪流 當出題的人 就是從這邊題目卡抽兩張 選一張 對 我選了這一張 題目就是他喜歡 B 讓他世界保持可能 那我把他代替成Coco Coco喜歡什麼 讓Coco的世界保持可能 接下來我會閉上眼睛 我要求的答案是 邏輯通順 就是每個人可以選擇 答案的方向 比如說我希望答案邏輯通順 或我希望答案很變態 可以自己定 出題人定 你們每個人就要丟一張 我會選一張最不通順的 最不通順那個人就要把黃牌收回來 我們每個人當完一輪裁判 手上黃牌最多人就輸了 好那我閉眼睛 你們挑答案 那你們 說嗎 你們真的嗎 全部啦 首先第一張 最不通順的 Coco喜歡 錢 讓他的世界保持可能 Coco才不喜歡錢 第二個 Coco喜歡 炒飯 讓他的世界保持可能 這最不了解Coco的 那一定是素的炒飯 對 加三色豆的炒飯 第三個 Coco喜歡 思考人生的目標 蛤 在他的世界充滿可能 Coco沒有在思考嗎 沒有在思考 Coco喜歡 你道指工 在那個世界充滿可能 什麼書啊 可能耶 充滿了可能耶 好充 答案他就可以猜得出是誰的 那你猜猜看 這兩個絕對不是Coco啊 應該是這兩個其中一個 但是我覺得他不會出這個 所以我覺得Coco 那你覺得這個是誰出的 那你覺得這個是誰出的 董璇 這個人是牧生 你猜猜他多少 我現在不是玩這個 我要選 所以最不通順的 我覺得Coco喜歡錢 所以錢OK 頂到職工這個答案 我喜歡 你喜歡頂到職工 對 所以思考人生的目標 跟炒飯是最不同順的 為什麼 炒飯最無聊 對 炒飯最無聊 這不是你 炒飯最不乾脆 慶祝的炒飯 耶 欸 你的 我的 你居然不說話 好 炒飯不無聊啊 炒給他 炒飯給他 那我職工是你的 不是 那你是什麼 我是思考人生的目標 欸你怎麼這麼無聊 大家是邏輯不是無聊 好 嗯 然後接下來換你 各抽一張 然後選一張當你的題目 好 題目就是 什麼最欲教娛樂 孩子的學習不能等 跟你很息息相關欸 你選答案的標準是什麼 這個孩子 他已經滿18歲了 他滿18歲 好 那你先閉眼睛 喔不用給喔 廢話說 你想幹嘛啊 不用我的裡面有 你閉眼睛 孩子的學習不能等 閉眼睛啊 好啦我沒有看 好期待喔 好啦這個 這個好了啦 那你就邊講題目 邊講說 什麼最欲教娛樂 孩子的學習不能等 什麼最欲教娛樂 孩子的學習不能等啊 哇這個 什麼最欲教娛樂 分泌物 這個就是第一手 分泌物最欲教娛樂 來 什麼最欲教娛樂 孩子的學習不能等 手工啊 手工手工 我就是扣扣 手扣手扣吧 什麼最欲教娛樂 孩子的學習不能等 從後面 從後面來最欲教娛樂 欲教娛樂嗎 哇不能等欸 練習他那個 你要從後面抱的時候要怎麼辦 不能等 不能等 清水溝 清水溝最欲教娛樂 清水溝啊 清水溝啊 清水溝吧 你覺得哪一個 最不能欲教娛樂 這個手工啊 你最喜歡 職業不分貴賤 對不對 守天使是不是很偉大 很偉大 為什麼手工一定是在 對它不一定是守天使 說不定它是做一些手工 我真的說那樣嗎 說不定它是做歐煉 手工黑輪啊 那些統稱守天使 對 好啦我先把這個齁 我覺得 OK的排除 來清水溝啦 OK嗎 很正常 是要玩正常對不對 你剛剛不是要18歲以上嗎 18歲以下就可以清水溝嗎 所以你說嘛 我把它推出來 就代表我要選它 這很爛的對嗎 這應該是18歲以上啊 你需要知道分泌物是什麼 它不會來的時候慌掉 對 爸爸分泌物 這個什麼白白的 什麼 不會這樣子 那手工呢 我們要學習做很多手工藝 你已經當 對 從後面來 沒錯 現在的社會那麼亂 大家會從後面 鼓掌抱住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這樣子 頭去撞它 那清水溝喔 清水溝 通常喔 這個是做工藝 比如說你被抓到什麼 然後它幫你換社區服務 沒有沒有沒有 清水溝一定有色的方面 可以講 那你解釋一下色的 不是你啊 你解釋一下18歲以上清水溝 你怎麼不知道清水溝 你怎麼不知道清水溝 你們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叫清水溝啊 沒有啦 居然得到兩週常懷 接下來要換Coco試騎 題目是 最近行動支付很方便 我覺得以未來的科技 應該是能用什麼什麼來支付 什麼什麼來支付 這個題目不錯 會議則是有趣的 這是我要用最條的方式 我直接隨便來一場 這不條的吧 這不條的吧 我不想思考 答案不管怎麼錯一定是我 不會啦 不會啦 放心放心 那我要自己看一下 我要有趣的喔 那我要自己看一下答案 我這個絕對是 我這個大贏 絕對 OK 等一下我幫你洗一下 好的 那這一題的題目是 我覺得未來的科技 應該是能用 暴力還是 不錯耶 一個人可以數幾次 他可以把它切碎 切碎 那女生不超窮的 女生就是要去 割男的 拿朋友 以前是割的 去瘦咧 去瘦咧 水鬼喔 下一個答案是 我覺得以未來的科技 應該是能用暖男來支付 什麼意思 聽不懂啊 下一個答案我覺得以 未來的科技 應該是可以用 原味內褲來做 喔喔喔喔 炸味啦 欸這樣男女都有啊 對啊 都有內褲 最後一個答案是 我覺得以未來的科技 應該是能用 體外射精來做 喔喔喔喔 就是每次尻一張 妳可以付錢的 一定要洗外 一定要洗外 軟 反男是誰啊 反男是誰啊 目前玩到現在 其實只要丟射的出來 都會做 真的還沒喔 因為現在是他 都密誤 然後這個 沒有放個不射的吧 那暖男是你嗎 不是 那暖男是誰 我啦 董哥已經有三張了耶 台灣本土第一位超級英雄 就是什麼俠 最不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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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這款遊戲 最不射的 最不射的 最不黃的 最清純的 最不黃的 我要挑出來最清純的 來 等一下啦 你沒有就是這個 我有很棒的 我有很棒的 你已經都換掉了 這個好了 等一下喔 我洗牌 本土的第一位超級英雄就是 結婚俠 社號 結婚是社的 再來再來 本土第一位超級英雄就是 臭屁 幹 社報 臭屁不能社報 再來 臺灣本土第一位超級英雄就是 賈文青 聽不懂在說什麼聲 臺灣本土第一位超級英雄就是 地方媽媽社報 你要好好的考慮清楚喔 賈文青臭屁 結婚 然後臺灣第一位本土超級英雄 好就地方媽媽了 幹 被射的 哪裡射 地方媽媽 只是地方媽媽俠而已 搞定就是地方媽媽而已 對啊 這個不錯 好題目喔 兩張的 什麼 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什麼 那規則呢 他還沒講規則我們已經挑完了 第一射 第一射 要有邏輯的射 對 有邏輯的射 來來來 第一射第二射 好了沒 等一下我們洗一下頭 這拼了 我拼了 玩這個遊戲有需要 講到這個台詞了 來 香腸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酒後狂吐 什麼意思啊 這個也完了 這個沒救啊 大爆色並不可怕 不可怕嗎 可怕的是大姐姐 喔 有點道理 他應該吃過虧 大概感覺 吃過虧 感覺應該顛倒過來 應該大姐姐不可怕 可怕的是讓他打爆色 大爆色 居然被姐姐給搞定 好 顏色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中豬 喔 會懷孕 這個有邏輯 不夠色 不夠色 過太爽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 軟趴趴 喔 過太爽 的確如果你已經約到一個正妹了 不太爽了吧 請問我把他打開 他在幫自己的答案解釋嗎 怎麼可能 我是在理解 這三個都蠻有道理的 這個是最無聊的 確定嗎 對啊 這一個是誰的 兩張 這樣算兩張喔 對啊 兩分的答案耶 一提耶 兩分耶 狂吐什麼 所以這個黃牌最輸的就是 三三個都蠻 漂亮 要脫嗎 要脫 你喝醉是不是 好啦 黃牌收了 耶 肉變氣 OK 那第二多敲碗的就是 阿瓦龍 簡單一點 角色就是 梅林 梅林 他可以知道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跟他的手下 還有壞人 刺客 刺客 在最後全部結束的時候 如果他找到梅林是誰 壞人就贏了 然後跟一般的壞人 就這樣 這兩個好人也知道梅林嗎 不知道 只有梅林知道所有的人 所以這個遊戲最難的就是梅林喔 對 所以如果好人知道誰是梅林的話 可以幫忙掩護 好 那等一下就是先抽角色卡 接下來要出任務 那任務的話就會有 黃冠 就是誰當隊長 那比如說我先當 他這個上面的是人數 我可以決定要哪兩個出 我跟牧生 或者是牧生跟Coco 然後我指派這兩個人要出任務 之後 大家就要投票 反對或贊成 因為如果你覺得這裡面混入壞了 你就可以反對 那如果失敗五次 第五輪就直接出任務 出任務的兩個人或三個人 就是要有 任務成功或任務失敗 全部都會成功就是成功 好一張失敗 就會是失敗 先抽角色卡 好人 好人中的好人 大家開始囉 大家都閉上眼睛 美琳有看到兩根拇指嗎 如果你是美琳 然後沒看到兩根拇指 你就要說一下 你就會失敗了 大家看來也是有 美琳剛剛為什麼不說話啊 美琳 誰是美琳 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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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在走欸 你很奇怪 我也是在做效果而已 你不覺得從男人殺以來 只要阿亮達到壞人敗 對啦 過鐘 幹 嘴巴就一直接 過鐘 因為他會掩蓋心虛 他怎麼知道我是拿到壞人殺 我是北京 你要來殺我嗎 我接下來丟這個皇冠 他的皇冠 比較靠誰誰就先當隊長 我出了五個 五個任務就是三戰兩勝 所以通常第一輪 一定要是好人拿下來 敬佛教理 喔 但是只要他想要出任務 他自己會成敗 對 所以他不行 那你要不要出任務 好我來出任務 那你可以嗎 你想出嗎 我也可以出 我覺得不成可以 有贊成跟反對 大家先選好贊成或反對放出來 一二三 贊成 贊成 你們就是 你希望贊成成功或失敗的那個給我 但是好人只能給我成功 如果好人想要失敗呢 好人不能抓壞人 好難喔 欸為什麼會這麼壞人 好人不會覺得難吧 對啊 第一局的任務 哎唷 這兩個人 你就是危險的那個 還不一定 第二回合 那因為下一個回合要三個人 基本上就是要三個好人才能再下一層 因為壞人有可能在這裡就要開始做 對因為三個人很容易混淆 那你可以你跟我然後再找一個人 我會找根線 不能找咧 對 那因為你就是大學時期就是 對 因為我們自己在搞笑就行 對 因為我們自己在搞笑就行 其實我現在蠻擔心的 就是假設任務失敗 就可能會懷疑我 你為什麼要先替自己打一方針 對不對 因為你要做怪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是 對啊 剛才說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如果要你推薦下一個 你會推薦誰 我反而覺得可以試試看另外三個人 出贊成功跟失敗 壞人之間不能溝通 假設突然兩張失敗出來 三分之二 那我覺得你們三個 你們三個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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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他們全部都好的啊 成功了 那怎麼抓啊 他要火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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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我確定 那沒關係 這是為什麼你耳朵那麼紅 因為終於找到他了 沒有沒有他臉很紅 對 對 欸 欸 他抽到壞人的時候 他不是都會緊張嗎 對他現在不緊張 現在已經百分之九十九了 這就是九十九了就很大 對 喔 翻桌了 就是這樣 對 下一個是陸生 兩個人 所以兩個人很容易成功 我們兩個再一次啊 我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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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兩個 對對對 對對對 可以 可以 我覺得可以陸生 對 測試一下 贊成 這個不用完了啦 不用再贊成了 要的給我 那不要的給我 我覺得是他們兩個不見 我覺得是公司 欸 欸 欸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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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屌喔 噢 噢 噢 我以為這樣抓不到欸 噢 噢 噢 太屌了 斯巴西 哇哈哈 斯巴西 你的臉上好 哈哈哈哈 好屌喔 不然摳出了 但是沒關係 哇 只要知道他們兩個是誰就好了 對 好人輸定了 為什麼 接下來這個要 全部都是好人 阿亮就不考 沒有 大家都被董軒給騙了 我覺得董軒 對的時候才會是這種氣勢 所以剛剛那一張 互態的應該是他出的 錯 所以我選 在風向 哈哈哈哈 我選台中教育大學三個 等一下 這個好漂亮喔 真的 噢 你再談他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等一下 快一點應該也 為什麼 因為下一輪要三個 全部都挑中太難 我這一關是不是很關鍵啦 因為是不是下一個 紅色就開了 對對對 他們兩個其中一個 那為什麼不是你 我跟你是好人 絕對是 相信我 他一個嘛 一定是我們兩個裡面啊 一定是你們兩個其中一個啊 不是他嗎 如果帶他的話 下一局不就他們贏了 我是說不能帶他 帶你 一定是他是壞人啊 我覺得董軒是好人 機率提高的 為什麼 因為阿亮會說 他是壞人 所以他 他本來是說的 為什麼壞人 要拉一個壞人下來啊 他應該要保護我才對啊 喔要保護我才對啊 我一直想要你閉嘴 誰就是他 幹你超級多獲勝 我想說掏手壞人 要一直撈我下嘴 我每次踩誰喔 他都會跟他喊 幹我超級生氣的 好 好 下次在裡面 給我再講話 好像我們上次都會出陣子 我們已經輸了 要的給我 要的給你 不要的給我 不要的給我 那我們可以選梅林出來啊 我就是要選梅林 對對對 我就是在等人選梅林啊 對啦 好啦 好啦 下一盒是我這張隊長啊 其實這個步驟也沒有 你們就選梅林是誰 我覺得是Coco啦 但是誰是刺客 我是刺客 欸我翻到你的牌了 我翻到你的牌了 可是我翻到你的牌了 可是我覺得是Coco 太好刺客 我是刺客 我覺得是Coco 你是不是梅林嗎 我是梅林 對啊 贏了 欸漂亮啊 他很明顯啊 對啊 這一輪的時候他好像 在董萱跟穆森之間 很明顯的選擇 穆森是壞人 對 好難喔 可是他後來有 想到然後 猶豫我一下 然後踩又跳了 然後董萱還出來疼他 那你知道我是梅林嗎 我不知道 我以為他才是梅林 他的那個表情都太興奮了 有一句就是你們兩個 你說壞人排名 你的反應 很不像梅林的反應 怎麼可能會抓他 對 你真的嚇到了 對對對 好 你剛剛一直以為 是你跟Coco 難怪你那麼相信他 Coco剛剛做了一個 抽到壞人卡 初階的人會做的反應 你好像出了一個聲 然後說什麼 好緊張喔 對對對 沒有特殊卡都會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算定 可能是壞人 讓他躲過了 喔輸了 OK 收了 耶 你好強喔 拖著我 幹 那最後一款就是 瞎掰王 瞎掰王 那瞎掰王的話 就是 Coco負責拆 我們四個負責 瞎掰 喔 然後題目就是這個 天童 但我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們四個一開始會抽角色卡 會有老實人跟三個瞎掰人 閉上眼睛之後 每個人有十秒鐘 你是瞎掰人 你十秒鐘什麼都不能做 你是老實人的話 你可以拿起來看後面 然後它前面會有 歷史 麻將 髮型 它是這三種類型的其中一個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個方面去 發想 你有三張 閉嘴卡 所以你就要發給三個人 沒有發的那個人是老實人 好 喔 總形式就對了 你們三個是我 就看你 行行 其實很短耶對不對 好的 第一題的題目是 來 幽靈工廠 沒有提示耶 沒有提示 好抽角色牌 抽 抽 抽 看 好了 老師 那我要從阿亮 幽靈工廠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很著名的人 在宣童五年的東北處 一個工廠 裡面把那裡 以上 失敗了啦 那董軒 幽靈工廠的就是 波音公司裡面的 它裡面有一個組織叫 幽靈工廠發展一些新的技術 先鋒播音機 等等 那個幽靈工廠 對啊 失敗了吧你 不得 幽靈工廠呢 就是在指 沒有身份證 打工的人 就是他們有很多的移工 然後他們會在那邊做工廠 然後他們會在那邊做工廠 幽靈人口 幽靈人口 像工廠那種幽靈的方式去玩 你只是看照片那邊講 有 第一款 現罩實際遊戲 美少女夢工廠 類似的類似都可以 美少女夢工廠 去 去 幹嘛 我覺得是零梗鞋 欸 附山欸 一二三 波音公鞋了 失敗了 有零梗鞋 可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超級難的 因為他其實沒有講得很像 我念一次喔 是波音公司 防務與安全部門的 先進原型研究分居 玩得起來耶 主要工作是開發先進 難度越高 越容易穩 產品與技術 OK 金蜜雞 謝謝金蜜美好 香蕉戰爭 香蕉戰爭 最後一題的題目是 香蕉戰爭 這是從這邊 那你就贏了 那我就贏了 在1898年 美國為了保障 香蕉的出口利益 對中美洲進行了戰爭 他以為 把數字講出來 不是不是 就有可信徒 因為我先看到 所以我可以馬上 記得那個數字 1898年 1898年 美國喜歡吃香蕉 好好好 我呢是在歐洲 這個是1769 這一定是假的 這個1769 還沒想清楚 69 這也很熟悉 你說什麼啊 歐洲怎麼樣 英格蘭跟愛爾蘭在打仗 然後打仗到後期的時候 因為沒有東西吃了 然後他們就會說 什麼吃蝦蕉皮啊 蝦蕉是肉帶食物 很舒服 在英格蘭沒有吧 真的 閉嘴啊 他還沒吃完 白癡喔 白癡喔 他講的確是有一點點對 雖然是在美國 但是南北戰爭 解放黑弩 但是大家不曉得是 解放黑弩只是一個起始點 他最原始的起始點是 交農 跟那個主人之間的鬥爭 所以又連了 香蕉戰爭 那個18 他沒寫 我能說這麼準喔 說得跟答案快一樣 他們都講錯了 其實是17世紀的時候 在南非 宏都拉斯跟什麼國 我忘記了 因為他們都是 盛產香蕉出入的國家 他們都知道我是證券答案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想要出產香蕉 所以為了爭奪香蕉的利益 才打仗 俗稱香蕉戰爭 我覺得他眼睛是我還沒說 俗稱香蕉戰爭 為什麼大家的方向跟我那麼像 沒有 你跟他四種不一樣的感覺 為什麼你要起這個點 我怎麼知道 因為你用掰的啊 那為什麼要跟我一樣掰 我的不是掰的啦 我第一直覺覺得是梗咸是對的 因為他剛剛 不小心講了兩次 然後都是一樣的 沒有那很好講 因為1898 他已經想好了 簽定馬關條約的人 很沒分 我覺得阿亮是假的 假你媽 超人心的 他剛剛抓到牧生 講說什麼 香蕉是熱帶水果 他就趕快掰了兩個熱帶國家 因為我的答案是真的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真的 搞笑最新我要聲信誰啊 我靠直覺好了 我覺得是靈梗咸 一二三 一二三 唉唷 無聊了 無聊 無聊了 你怎麼這樣積在那邊 再一次再一次 你馬上弄無聊了 真的是1898年耶 美國人對中美洲 發起的軍事行動 那自己抽 我想要換人 我想要換人 那我就抽一個題目囉 那這一題抽到的題目是 聖母的後花園 但是你們要小心喔 這跟宗教有關 不可以對他們不盡 絕對不會不盡 真的嗎 閉眼睛 聖母的後花園 等一下 聖母的後花園呢 那其實就是他們以前啊 新教跟舊教 他們在爭奪彼此的那個 教徒的時候 大家會對宗教有一種 很不喜歡的感覺 就想要褻瀆他 就寫了一本小說 叫做聖母的後花園 哇 去把聖母教跟小說龍 都在一起 他只會有一項而已 就代表聖母的後花園 是那個 他超級慌張的耶 因為後花園是指 鋼人生的社群 這個人數都加進去 以上 董萱 聖母後花園是 東野貴吾 新參者 推理小說的一部 叫聖母的後花園 就這樣 無聊 聖母的後花園 我沒有記得很清楚 他在伊索比亞半島上面 伊索比亞 他是跟中間有 對對對 有喔應該有 反正就是地中海那邊的 半島上面 因為他的文字非常多 我真的是在十秒之間 來不及看完喔 我只看到最後他寫說 那個是一個男人棒 FHM 那就是 因為有宗教信仰的關係 然後最後只留了一群男的 在那個花園裡面 然後就叫做男人棒 那為什麼是聖母的後花園 你怎麼沒看完 字太多了 字太多了 沒有沒有 跟宗教一點關係都沒有好不好 他是在講歐洲那邊 國教我忘記了 因為歐洲的貴族的女性 是最高不可攀的感覺 那他們在後花園 一般庶民最嚮往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有點禁忌 又令人嚮往 可是又怕犯罪的地點 類似這種感覺 他跟打欸 哎喲你是宗教欸 怎麼跟打 哈哈哈哈 他露餡了 他應該露餡了 他應該露餡了 然後我覺得阿亮對 大家有太多情緒 也不行 我覺得你比較合理 可是他很肯定欸 因為海基先想好他的邏輯 他就想說一句來搞定 因為一小說他就馬上想說 有什麼小說可以用 可是你也是講小說阿 沒有我是講那個阿 誒 誒 慌了喲 啊 再來可以拿回去喔 來 我覺得是你欸 哎呀真是 哎呀 是不是 那你們兩個覺得是誰 老實人 我啊 直接就 你看他們指別人 只有我會指人 你剛剛指誰 只有老實人會指自己 他們在互相cover 那這樣是對的 因為你如果是老實人的話 你就知道他們的三個是說謊的啊 就這樣吧 這樣 來看看到底是誰啊 1 2 3 幹 厲害喔 屁啦 跟你說字太多 誰會這樣掰 你最後那兩個下班人面前猶豫 很多字喔 幹 這樣怎麼10秒怎麼記 聖母的後花園為阿索斯半島 是希臘唯一一個完全要有上帝祈禱的地方 他難的程度是後面的字 對啊幹 我直接說字太多你讀不完啊 就寫招 尤其是你笑的 那你要說 對啊你那個笑這個不能怪我 那你覺得是誰 我原本以為是他欸 那個很明顯是假的啊 因為很假的啊 東野貴無 的小說不會這麼無聊的寫在張柯欣的 我覺得不會那麼剛好抽到一個他知道的東西 爛死了 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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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了 那我來抽題目囉 你也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 飄髮自由女神 飄髮自由女神 一起九四年美國 10秒鐘 10 9 8 7 6 5 3 2 1 董欣欣 他就是一個美國設計的全新的硬幣 專門用來用半美分 半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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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附身 這個很簡單 在1794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內戰完嘛 總統 叫那個噴射機 從那個自由女神飛過去 然後他們是撒那個紅色的 頭髮 象徵自由 女神像後面這樣飛過去的時候 看起來像頭髮 這個時候記了那麼多字喔 哈哈哈哈 我沒有記得跟他一模一樣 可是我是看大幹 喔你剛剛拿到真的的時候 笑得很開心 現在這麼生命幹嘛 哈哈哈哈 他會誤會 那我要兩千 很簡單 因為法國 要送自由女神像給美國嘛 然後大家都很崇拜這件事情 所以會有很多自由女神的畫像 然後就有人畫了一個是 飄髮型狀的自由女神 就這麼簡單 跟打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出這些事情 飄髮就飄髮 因為很特別啊 大家都很喜歡他 自己創立的那種 你問他的時候 他還有辦法再講 這代表是 不是他自己 錯錯 你你你你 就這一顆星 根本就是 一開始自由女神的設計 有好幾種版本 有一種 真的 真的 等於要講之前還要強調說 這一顆星 對 要給自己一個時間 因為我要讓他知道說 他們講的都太複雜了 不是不是 不要講 你講 你講 我已經講完了 有好幾種版本的自由女神 其中一種是飄髮 那不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嗎 你講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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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畫下來 我是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你再講一次 他設計一個全新的硬幣 他用來記載半美分 就是他們 宣導和平的時候 誕生結束嘛 然後請噴射精 有顏色的 從那個自由女神 向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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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怕他不嫌我啦 等一下等一下 董哥講說半美分 這三個字其實還蠻專業的 只有這種東西的後面 才會寫半美分這三個字吧 可是我又覺得 莫生講的那個什麼獨立 後面放什麼飛機 很有可能耶 誰是媽媽啊 奈鼠分 但他的情緒跟前一局差很多 差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你了 並舉辦理 收皮吧 因為就是怕你給我了 哇 太收皮了 太厲害了 最後一局了 你把Bobby說起來 收你的很好評 來來來 中部角色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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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著哭吧你 你好厲害喔 因為半美分太 Keyword 對 半美圓而已啊 喔半美圓喔 看錯了 一七九四年在美國發行的一種硬幣 你該設計第一次被用在半美圓的面皮 欸可是莫生長得非常棒耶 對 其實蠻厲害的 但是那個半美分 很關鍵 好厲害喔 對 厲害厲害厲害 四中二 還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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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好那我們觀眾投稿的桌遊就到這邊啦 那其實還有蠻多投稿桌遊 看起來也蠻有趣的 如果這一支的點閱率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投稿想要看什麼 留言就對了 先留言再說 你們看錯了啦 你們收皮啦 看下面飛機啦 對 你們一直看下面飛機在錄桌子 是 收皮 收皮 也跟我講到他們 他們收皮吧 好 每天都是會唱回新的影片 先讓阿妹妹妹妹 讚讚讚讚讚讚